纽约自家 纽约黑车基金 纽约黑车基金一直给我发广告 已经发了三年了 最近我去到了纽约黑车基金去培训 还有两个培训 一个是叫Wellness Wellness好像就是这个 那个意思就是健康吧 就是我们这个司机呢 开车会有一些职业病 比如说这个腰可能做久了以后比较累 这个屁股可能做久了得痔疮 这个肩呢会有一个老损 那怎么办呢 他给培训 培训我们呢这个四个小时 从早晨十点到下午两点 大家知道在这个车上这个活动的地方很窄的 那就在车里 就停上那么十分钟 五分钟 中间没客人 这个呢只能够在车门口 车门口不能太远了 因为你车上还要听这个听那个铃啊 就是说那个司机有有下笔有客人的话 你点一下赶紧接啊 所以一般的来说就在车上坐 下去都不行 呃这样呢那怎么锻炼锻炼呢 哎那就是伸伸胳膊啊 这个活动活动腰啊 然后这样啊 嗯 做这么一个动作啊 培训一下 当然他还加了一点安全的培训啊 就是说看到有一些人因为因为四个小时好像教这个东西教教完了 那么用不用不了那么多时间啊 他呢也有些安全课的培训 呃怕司机不来 大家都不愿意培训 因为那耽误挣钱嘛 然后呢 他补150美金四个小时 那我们乌尔斯机大概也就是150块钱四个小时啊 安全课呢 是8个小时 他就补300啊 那也不到40块30多块 也差不多 也是跟我们这个 开车的的这个赚的钱差不多 那三年一次机会 这十万世纪呢 那一个人给四百五 这 这就四千五百万美金 啊挺多吧 四千五百万美金 三年 一年呢 就要支出一千五百万美金 那他呢 即使有10%的收益 那也要有一个亿两个亿三个亿啊 要几个亿啊 而且呢 他还有一些办公的费用啊 办公室呢 其实挺小的啊 就是那个培训和办公室在一起啊 那个单独搁了一间办公室里面就是放了两张桌子 一把椅子 一个有地方坐的 一个地方没地方坐摆点东西啊 就一部电话就那么一个办公室 然后呢 这个几个老师呢 来回都是在那个办公室里 培训完了就走啊 然后我们能够放十几个人 我们去十一个人 正常的话呢 可能会人多一点 可能有四五十个人啊 大概这样 但现在疫情期间呢 他不要有那么多人啊 大概就看上去很寒酸的啊 但实际呢 他付出来的钱呢 那我们知道呢 那是挺多的啊 那就像我们去了一天培训这么一次 这十个人一天呢 哪怕一百五一天也立千五啊 那一个礼拜上一个平均一天两百的话呢 两千两千的话呢 这一个礼拜呢 也要一万美金 一年呢 最少也得有个五十多万啊 一百万美金还支出去啊 但是呢 他的办公呢 就是显得很寒酸 因为美国呢 管理的很严格啊 就是对这个基金公司呢 管理很严格 不允许他呢 把很多资金呢 都自己发工资 自己住办公室 自己都花完了啊 就是说更多的资金呢 钱呢 交给我们这些司机啊 是这个取之于富人 用之于穷人啊 我们这些司机呢 这穷人啊 这个这个出钱的这些大老板呢 这是他们一些家族的 还有说这个很多捐款啊 他们成立这个经济公司 他们是富人 他们呢 可能为了避税啊 或者为了那种主持人后代呢 以后有个依靠 以后可以当个陪陪老师啊 或者怎么接接电话 是吧 他孩子们呢 可以在里面拿点钱 起码呢 生活能用 然后呢 又不用交税 可以世世代的 能够把这笔钱呢 留下去啊 所以呢 他成立这个 这个黑车基金公司啊 这样呢 对这个我们这个司机呢 有帮助 对他们的后人有帮助啊 这个纽约黑车基金呢 我知道的啊 就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 谢谢